来到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,很多人留言说,想知道明年会是什么样,觉得好像这个月可有可恶,希望快一点进入到2019年,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。 但在我眼里,11月,12月,其实,都是非常关键的月份,特别是12月,这是桃花,人缘被强调的一个月,11月的时候,木星已经进入射手座,这是12年才有一次的重大形象。 而木星在射手座,处于非常茂盛的状态,会将第九宫的力量放大,比如,高科技,太空探索,航空,出版,法律,科研等方面,甚至会推动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过的事情出现,例如这周初的基因婴儿事件,这些都是木星在射手座的放大作用。 木星进入射手座,对于上升星座或太阳星座射手,白羊,狮子来说,都是非常关键,重要的一个时段,这个放大作用,会让你感觉到被一些外在的力量,以及内心的焦虑所推动,很想去做成一些事情,达到某个目标,但是可能自己的能力在时还没有那么强,会让你感觉到相当的疲惫。 而在十二月份的时候,我们会遇到些什么样的星象呢? 在周四的时候,我也通过直播提前讲了十二星座十二月份的总体运势,今天的这一篇,将工作室的小伙伴帮忙整理了直播前面十来分钟讲述的总体走势,十二星座具体的运势,拍音频来收听。 十二月一日,金星与天王星有一个对冲的结构,实际上这个星象的小径,在十一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,例如,有金钱上的变动比特币大跌,一些突发的事情等等。 同一天,水星将要逆行回天蝎座,在水星逆行的最后一周,水泥效应会变强,天蝎受到水泥的影响会越来越大,需要注意。 另外,大家也要注意手机、家电、宽带、交通工具方面,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,希望你们能够冷静地看待水星,结束涅行前这一周的强效应。 十二月三日,金星进入天蝎座,金星虽然是处于落线的位置,但特别的是,此时火星在双鱼座,按照古典占星学的理论,这两个星星在暗中已经有互融的结构出现了。 对于上升星座或太阳星座天蝎、金牛、白羊、天生来说,排除水泥的影响,这个月你们的桃花机缘非常强大,当然,不是一定要脱单,或者一定能结婚,而是桃花机缘的增加,以及在感情上面的纠缠度变大。 有些人受到水泥的影响,可能会很想去追逐一种感觉,例如想复合,怀念之前的某一段时光,或者懵生理想化的想法。 所以说,十二月是一个桃花和人缘,被特别强调的一个月份。 除此之外,上升星座或者太阳星座,摩羯和巨蟹的桃花机缘也会在十二月变强,特别是在上半月,靠近八月到十日,桃花机缘开始,有上升迹象。 这个上升,代表了你们会有机会通过一些活动,比如,吃喝玩乐的机会,文艺活动,品牌方的活动,传播或者女性复英教育行业的活动,使得桃花机缘往上走。 十二月千日,水星开始恢复顺行,二零一八年最后一次水泥终于结束了。 而这一天,我们还会迎接射手座的新月,这个新月发生时,木星,太阳和月亮,都集中在射手座,会推动木星进入射手座之后的强大效应,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月。 今年,我和团队的小伙伴们,花了满场的时间做了一个愿望星球,等H5之前在天正和天蝎新月的时候也有用到,我会把每一个月的新月取悦和最能实现的愿望放进去,也提醒你们十二月近日,不要忘记去愿望星球许下你的愿望。 等明年回头来看看,你会发现很多愿望,真的是在宇宙的力量之下,默默往前推进了,很多当初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,在你许下愿望,为着努力之后,真的会陆续地实现,所以一定要保持信心。 12月13日,水星会再次进入射手座,同时,12月16日,金星和土星,将会有一个六合的结构。 需要提醒一下,12月中旬,大概9日到20日这段时间的能量,最能够推动的是上升星座或太阳星座天正,金牛,摩羯,水瓶,这几个星座的运势,在12月中旬特别旺盛。 不管是参加考试,还是做工作上的推进,都能够感觉得到,好像总有一些奇妙的记忆,在推动着自己。 所以,一定要把那些很关键,很重要的事情放到这个时候来做,会比较容易是办公呗。 到了12月下旬,水星和木星有一个先会合的结构,同时太阳还会进入摩羯座,最快从17日到19日这开始。 一直到月底,上升星座或太阳星座厨女、摄手、双子、双鱼的家庭日、事业日、感情日,会有一个正面的提升。 这个时间段请好好把握,它不会再像水星、逆行类一样带来一些纠缠。 最近身边很多上升星座或太阳星座双子、双鱼,虽然跟自己的小伙伴之间关系更加紧密了, 有工作的事情要探讨,一直想要做一些事情等,但双方都处在一个很纠结的状态中,觉得支持度不够,或者对方无法很好地理解自己的想法等。 这种情况到了12月下旬就会有好转,例如,谈下一些重要的合作,在工作上面做出很关键的推动,以及在考试运方面也会有变强的真相。 请诸位上升星座或太阳星座射手、双子、处女、双鱼利用好12月下旬,12月23日,将会发生巨蟹座满月。 这次满月对上升星座或太阳星座,巨蟹和摩羯的影响比较大,特别是对于上升星座或太阳星座摩羯来讲,要注意自己的感情和合作关系,会容易出现冲击,有些人可能会辞职, 或者有新的合作终于谈下来,又或是有客户的变动,以及有些人会出现新的状况需要去应对等,这个效应最快可能会在19日到22月这几天,就会陆续出现。 如果要安排旅行的话,需要把这几天的时间安排的宽松一点,而在这段时间里,也不要轻易为了感情争吵,因为这也是感情比较容易受到冲击的时间段。 另外,上升星座或太阳星座,摆羊,天上需要注意一下家庭或工作方面,也会有一些事情会被推到顶峰。 之前有提到,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,许月时是发生在狮子座和水瓶这根纸线的,很多上升星座或太阳星座狮子,水瓶,都在过去这到半年来,陆续出现一些家庭方面的问题, 如,房子的变动,长辈健康出问题的,所以,天气寒冷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长辈的健康。 而到了12月底,靠近跨年的这段时间里,上升星座或太阳星座,狮子和水瓶的感情运和合作运,总算是好起来了。 在12月上旬,上升星座或太阳星座,狮子和水瓶的感情运是不算太强,一定要等到月底圣诞节之后,连旦先这段时间。 如果你们有一些想要拉拢的关系,缓解的矛盾,或者重要的合作,请把时间安排在这一段。 还有一些人会问到,看到蓝姐说桃花机缘的事情了。 上周直播被讲,什么时候,叫我们催望桃花? 因为直播的时候是语音,担心大家记录不全,我会再整理好文字,或几天发布。 请放心。 好了,12月12星座详细的月运,现在就开始吧。 因为这次采用的是Killikiller做的语音直播,所以没有视频回报,而音频回放是文件限制也无法上传。 所以只能在线收听,键下面地址,或后台回复,12月运,12月运程,或取录音文件的盘下载地址。 如,手机收听回放可能会提示下载Killikiller的APP,如果不想下载,可以复制以下地址,在电脑上打开收听。 在线收听,HTTP,WWW,Hondo,COM Room,120782947059394162112,越详细的月运时间轴,0.06和25秒00,23比5012,越星象,0.24分42秒,至0.31分41秒。 白羊座的讲解,0.31分42秒,0.38分74秒。 金牛座的讲解,0.38分10秒,0.44分40秒。 双子座的讲解,0.45分04秒,0.53分19秒。 巨蟹座的讲解,0.53分21秒,1.02分50秒。 狮子座的讲解,1.02分55秒,1.11分53秒。 巨蟹座的讲解,1.11分54秒,1.21分25秒。 天称座的讲解,1.21分26秒,1.32分40秒。 天蝎座的讲解,1.32分42秒,1.41分55秒。 射手座的讲解,1.41分56秒,1.48分清2秒。 摩羯座的讲解,1.48分06秒,1.54分25秒。 水瓶座的讲解,1.54分26秒,2.01分12秒。 双鱼座的讲解,增幻福袋结缘至达逃口令,2019级亥年增幻福袋推荐给鼠、牛、龙、马、鸡、狗生肖,复制Hspx的一元后到逃、宝。 另外,因为年底需要腾时间去给半冲太岁的粉丝和客人做化解太岁的福袋,精力有限。 之前农历8月时推出的文昌帝君驻考运福袋,福德,正神招财福袋,将在12月即使结缘,需要的话现在还可以去结缘。 错过的话,就等明年农历,2月时后再来结缘了,文昌帝君驻考运福袋结缘直达逃口令,预定文昌帝君驻考运福袋,提升学习运,考试运,复制Hspx GCP5Y后到逃、宝,招财福袋结缘直达逃口令,限量预定服的正神招财领盒,复制SJKLBLGX9CC后到逃、宝,依然有种感激。 宇宙还有一些路子,让有缘人可以去接近,可以去理解,尊重和顺从后,得到好的结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